大力光 你看昨天 为什么大力光这么的有 怎么讲 表现非常非常好 原来这个消息最后公布出来 原来他要跟他的以前的对手 他告了很多年的先进光 准备要做和解 为什么和解呢 原来他用私募直接去入股 入股来参与先进光的投资 直接变成他的大股东去了 在这里面当然他有所谓的 删布政策 先期是提到说他不参与 不会成为他的董事 不会直接持有 成为他的董事席次 然后不会参与直接去控有 他里面内部的相关的运作 短期之内是如此 但是我们相信大力光 他告先进光那么多年 他持有非常多的专利 最后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 用私募六翼直接去进军先进光 那先进光这几天 哇 股价拼命飙 对不对 这个直接从本来很低价的 相对的股价 相对的juicy的情况之下 拼命的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断的这几天喷涨 原来这个大力光 直接要准备要入主先进光 那这样的一个策略盘局 是做什么呢 大家其实 这个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关心大力光 即便你认为他的股价这么高 又跟我合肝 那这问题是说 这几天除了大力光在2020年 别人都在喷涨放天灯的情况之下 只有他大力光几乎没怎么动 然后又是会损 又是各式各样 这个苹果光 这个比较落彩等等 好像都没有表现 最近好像活回来了 那为何呢 为何他入主先进光 好像应该是先进光 股价有表现 为何这个因为大力光 也带动整个的光学镜头 这几天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反而成为撑牌的另外一个要角